好,我們前面講了一些密度的意思啊,然後呢,怎麼公式啦,告訴你水的密度是1啦,然後告訴你說比重啦,然後我請你背這個啊,水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1公克,每立方公分1千公斤,然後我們就做一些簡單的笨問題 好,用力壓麵包,質量有變化,變大變小不變,體積變化,變大變小不變,密度變化,變大變小不變 1公斤的鐵塊,公斤的棉花,質量誰大,鐵塊大,棉花大一樣大,體積誰大,鐵塊大,棉花大一樣大,密度誰大,鐵塊大,棉花大一樣大 聽懂齁,來,借問,質量有什麼變化,麵包壓扁扁,壓扁扁,質量變化,體積變化,密度變化,變大變小不變,夠簡單吧,夠簡單吧 來,我們請,這是幾號啊,這是1號是不是,應該是1號啊 這是7吧,這是7號吧,7號吧,7號 來,你的答案,體積,體積,大小,質量變不變 等一下,等一下,剛才8間1年的小錯誤,所以要從頭來 來 來 如何變 體積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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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變小不變 不變 密度 密度也不變 變小 你告訴我體積變小 你告訴我質量不變 密度 會變小 好吧 請坐 質量不會改變 壓扁扁 體積變小了 D等於V分之M M不變 分母變小了 所以數字會變大 所以密度是會增加 就是跟我們前面教 一般東西會熱脹冷縮 密度會變的時候是一樣的 預冷收縮體積變小 質量不變 所以密度會變大 所以答案如此 這般 可以嗎 可以 有沒有 來 下面一個 小學問過的笨問題 一公斤的鐵 跟一公斤的棉花 體積誰大 質量誰大 密度誰大 簡單嗎 容易嗎 好 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小位帥哥 有沒有帥哥 有 23 23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體積誰大 密度誰大 質量誰大 這小學問過這種灑問題啊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誰種啊 這種不是小學就問過了傻問題嗎 不會喔 對 有沒有答案 沒有喔 上次是不是你被我糗了一下 說什麼都不會了是不是就是你 被我糗了一下是不是你 好像就是你喔 唉 真是的 好啦請坐啦 不要吹蠶 我待會兒再吹蠶 你就好了 我現在不吹蠶 我待會兒再吹蠶 都是一公斤嘛 那睡誰重量重啊 一樣重啊 質量一樣大嘛 可是呢 鐵比較小塊啊 棉花比較大塊啊 所以鐵的體積小啊 棉花 體積大啊 那D等於微粒分之刃 質量一樣 那下面的體積越大的就是越小啊 所以呢 鐵的密度比較大啊 棉花的密度比較小啊 小是一樁嘛 簡單小問題 OK嗎 好 這就是簡單小問題 再問一個簡單小問題 這我跟妳講過的話啊 我們寫學一段的時候也寫過啊 有一個密度是9的銅 把它切一半 那剩下半塊的密度多少 夠簡單吧 來 帥哥 剛才那位帥哥起來 剛才那位帥哥起來 答案多少 我的密度9哦 那把它砍一半哦 砍一半完之後 那一半的密度多少 那只會有兩個答案嘛 一個就叫做一半嘛 一個叫做 不對有三個答案 一個叫一半嘛 一個叫兩倍嘛 一個叫做一樣嘛 大家要用 要猜一下 這幾種猜法嘛 乘以二或除以二 或者是 都不要乘都不要除嘛 你覺得咧 不變哦 切一半還是不變哦 真的嗎 真的哦 請坐 就真的吧 對啦 真的 不變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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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物質是密度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我都是同 所有的密度通通都怎樣 一樣 所以大塊的銅 小塊的銅 圓的銅 方的銅 密度通通都是一樣的 所以9.0不會變 這樣子夠簡單吧 簡單小問題 但是也是會考 這是五專考題哦 連考題哦 就考這麼簡單 OK OK嗎 OK OK